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情不是轻松惬意的呢 当大家领略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之后 心中更是激起了保护生态的激情 我觉得很多综艺节目都应该学习一下跑男 这样的态度是相当值得尊敬的 做综艺不能只为了赚钱 还要做一些回馈社会的正能量的事情 在这次的奔跑吧生态片中 嘉宾阵容稍微有些变化 其实这也是在很多人的意料之中的 随着杨姓常驻嘉宾翻车之后 本来就已经屈指可数的三位元老只剩两位 看到李晨和郑凯之后 观众的心里难免是会有些唏嘘的 当然 万幸的是沙翼自从加入之后就没有缺席过 这对观众来说真的一件好事 纵观当下的娱乐圈 要说综艺感最强的 那真的是少之又少 沙翼算一个 有了他节目的笑点起码是可以保证的 周深和白露两位算是观众轻点的常驻嘉宾 自从周深和白露加入跑男之后 他们真的贡献了太多的笑点 而且他们不是刻意抖包袱的那种 而是属于自带笑点的那种 一开始看到周深和白露加入之后 是非常开心的 因为他们真的有幽默细胞 与此同时也是有担心的 因为很怕他们只参加一季就缺席 毕竟两位都是资源很好的当红明星 而且现在的跑男换人实在是有点太过频繁了 连续两季能做到常驻嘉宾 全员一致是非常难的 当上一季有了范城城的加入之后 节目的笑点确实是增加了不少 从青春环游季的表现就能看得出来 范城城是有搞笑天赋的 当范城城加入跑男之后 他和周深再次合体 碰撞出来的火花还是非常多的 这次在《奔跑吧生态篇》中再次看到范城城的身影 真的可以说是笑点有保障了 不管是在什么时候 范城城都会用他插颗打混的碎嘴子 创造出很多搞笑瞬间 如果要是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 范城城就是妥妥的显眼包 真的是太搞笑了 除了这几位原班人马之外 这次还新增了张真元 大家都知道 时代少年团在这两年真的是太火了 称他们是当红流量爱斗一点都不为过 跑男得常驻嘉宾阵容的确很强大 但确实少了这么一位能够撼动年轻粉丝的嘉宾 在之前的时候 有蔡某人足够 但是自从蔡某人翻车之后 这样的人还真不太好找 现在有了张真元的加入 这个年龄层的观众群体可以说完全覆盖 对节目的收视率还是很有帮助的 在第一站的前两期节目中 节目组请到了孟子义和蔡文静两位飞行嘉宾 别看飞行嘉宾只有两人 但观众看到有孟子义之后就觉得稳了 自从参加了50公里桃花物之后 孟子义真的是彻底翻身了 从人人喊打到人人爱 孟子义没有情商 没有脑子的缺点 也成功转化成了他最大的优点 孟子义这两年参加了不少爆款综艺 每一次都能语出惊人 实话实说 孟子义只要一开口 可以说每一句都是不过脑的言语 每一句都能让人尴尬到钻地缝 在这次的节目中 孟子义当然也是不例外的 在车上聊天的过程中 孟子义真的是每句话都像是在给周深挖坑 要不是周深有自知之明 孟子义这次怕是要被骂上热搜了 第一听一遍就会了 孟子义唱了两句周传雄的《冬天的秘密》 周深没听过这首歌 但是他听了原唱之后 觉得和孟子义唱的差距太大 于是便自己唱了一遍 万万没想到孟子义直接夸周深好厉害 听了一遍就会唱了 简直就是天生的音乐才子 孟子义这句话 真的是让周深尴尬到想要跳车了 对于正常人来说 只要不是阴痴 一般都能做到听一句唱一句 话说小时候学唱歌的时候 不就是老是唱一句自己唱一句吗 正常人都能轻松做到的事情 更何况是周深这样的专业歌手呢 实话实说 别说是听一句唱一句 哪怕是听完一首歌直接全部会唱 这对周深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 对很多音乐人来说都不是难事 然而在孟子义的嘴里 周深好像做了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这让周深真的是太尴尬了 毕竟周深是有自知之明的 他知道这不是什么难事 真的不值得这样夸赞 幸亏周深态度谦卑 要不然孟子义肯定会被骂惨 因为这个坑挖的确实有点深 第二 你的歌我都听过 出于礼貌 周深夸赞孟子义听过很多歌 没想到孟子义却说我就是听过很多歌 只不过我不会唱 你想你的歌我都听过 你的所有歌我都听过 你随便唱一个我都能接上 孟子义这番话真的是太没有情商了 什么叫你的歌我都听过 说的好像周深的歌有多冷门一样 别的不说 一首大鱼 真的可以说是已经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 孟子义这话让人听得非常尴尬 好像是在夸赞 但仔细想一下好像又是在讽刺人 当然这还不算什么 关键孟子义硬是要让周深唱自己的歌 他去接歌 看到这里我真的是服了孟子义的脑回路 只要周深唱了 孟子义不管能不能接住都会让周深尴尬 幸亏周深有自知之明 没有去和孟子义做这种事情 这才让这个聊天变成了笑点 要不然孟子义肯定会被骂惨 因为这个空太大了 根本防不住 第三 谁可以和周深媲美 为了夸赞周深唱歌好 孟子义居然问出了这样的问题 纵横中国音乐圈 你觉得谁可以和你媲美 孟子义这个问题简直是想要把周深坑惨 但凡周深的自知之明差一点 绝对会翻车 周深的唱功确实非常强 称他是年轻一代实力最强的代表歌手 一点都不为过 不过 唱得好都是从别人嘴里夸出来的 哪有人会直接说谁和自己媲美这种话 那是有多自负啊 周深确实很厉害 但是在乐坛唱功好的前辈那么多 怎么可能没有比他强的呢 孟子义这种问题别说是周深了 就算是问张学友 那都得把对方问猛 怎么说都会尴尬 正是因为周深的情商够高 这才让他和孟子义这些聊天全都变成了笑点 不过 咱们要是只说孟子义这些话语 那真的是句句该被骂 大家要是在生活中遇到这样的人 真的是会尴尬的 当然 孟子义就是这样一个说话不过脑的人 这也是观众喜欢他的地方 不是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